Hello guys, I'm Ryan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马上要憋可视了是不是 然后有一些体格检查、温诊查体这些东西 一些技能操作方面要可视 我知道大家对腹部、胸部这些相对查体还比较熟悉 但头颈部和四肢就不太熟了 我们这几天就简单讲一讲 当腹部和胸部之前也做过视频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这块简单说一下 一会儿有相关的视频去做的 但是我先简单的笼统的先说一遍 我们知道查体分视处扣听的 但是在头颈部就不完全如此了 首先我们先看一般状态 看看被检查者的发育、营养、体型、面容、表情、体位这些 然后就看头颅了 那么对头颅我们得看看大小 正不正常是不是 外观有没有什么正常的形态正不正常 然后头发怎么样是不是 黑不黑呀 分布均不均匀呢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损伤啊 包块啊 这是我们用手扒吧 看看有没有损伤包块 触诊的时候呢 我们双手掌去轻压 然后一边压一边问疼不疼 是不是 看看有没有压痛感 那么这是视诊和触诊啊 那么扣诊和听诊呢 那头颅就没有了 是不是 主要是视诊和触诊 那么对于头部的器官呢 无外乎眼耳鼻口呗 那么对于眼呢 我们先看 先看 也是视诊 是不是 先看 怎么看呢 从上往下 从外往里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什么 先看眉毛 眉毛有没有脱落 睫毛有没有倒截 然后看我们的这个眼瞼 看看眼瞼有没有水肿 有没有下垂 是不是 然后看看眼球 往里头看了 看眼球有没有突出 有没有凹陷 然后再看瞳孔 瞳孔等大等圆 然后再看睫膜 是不是 里头看睫膜 有没有充血 水肿 苍白出血 是吧 然后看外周的拱膜 有没有恍染 角膜 有没有浑浊和斑痕 这不就说完了吗 从上向下 从外往里 是不是这种感觉 看完了视睁 我们再看动 叫眼球运动 眼球运动 无外乎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左 左上 左下 右右上 右下 这几个 让眼睛跟着视指 去动 是不是 然后就看反射 一个是对光反射 一个是集合反射 对光反射 主要看看 瞳孔直接和间接对光反射 在看间接对光反射的时候 这个 这个直接和间接对光反射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要把自己的手啊 隔在中间 避免的有光啊 会照射到对侧 是不是啊 那如果你要看间接对光反射的时候 你要如果这个有光照射对侧 那也可能会 瞳孔也会缩小 是不是啊 这样就避免了一些 这个操作上的不当了 是吧 那么集合反射呢 就是我们说的 俗称对眼的 是不是啊 就是往外 从外往里头走 然后看看双眼 就我们内聚 通通所不缩小啊 就是我们集合反射啊 生理也都学过 是吧 然后耳啊 主要看耳阔啊 外耳道啊 乳秃啊 就主要看形态就可以了啊 然后一边看 一边摸摸 疼不疼 是不是啊 有没有异常分泌物啊 从耳阔 外耳道 到乳秃啊 乳秃就是这个耳阔后面了 是不是啊 然后看鼻啊 鼻呢 也就是也是看 是不是啊 看看这个皮肤正不正常啊 有没有皮衣扇动啊 出血异常分泌物 然后就是鼻痘啊 主要是按压 主要我们有鹅痘啊 筛痘啊 还有上合痘啊 这三个痘 主要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压疼不疼 口呢 主要就看看口唇正不正常啊 有没有泡枕啊 溃疡啊 牙瘾怎么样 从外往里头看是不是 牙瘾有没有出血异浓啊 口腔里头的黏膜怎么样 是不是 还有没有取齿啊 一齿啊 扁桃体怎么样 咽后臂怎么样 血异唇 居不居中是吧 双侧的软膜弓 抬举是一致的 然后让患者身和舌头 看看有没有正颤 没有这个偏斜 然后看舌 这个舌怎么样 舌质红 太爆白 骨腮无露气 视齿 抠脚无偏斜 是不是 这几句话啊 就应该顺着就说出来了啊 颈部这块呢 主要先看看啊 对不对颤 皮肤正不正常 是吧 有没有颈卖动张 有没有动静卖异常波动啊 然后看看甲状线怎么样 是吧 这是试诊 呃 然后呢 呃 就是我们说的 看看淋巴结啊 淋巴结这块呢 主要是滑行 处诊 是吧 耳前耳后 诊后 是吧 然后 河下 磕下 颈前 颈后 然后锁鼓上啊 这几个淋巴结一定一定都要摸到啊 耳前耳后 诊后 河下 磕下 颈前 颈后 锁鼓上 这么这个八个 是不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对吧 八个 然后就是甲状线啊 甲状线呢 主要我们前面看了试诊了 我们来处诊 是不是 两种方法 以后没有视频来去看啊 看看峡部啊 看两侧啊 这个侧液有没有肿大 然后就是气管 居不居中是吧 三指去固定啊 看气管是不是居中的 然后就是听诊啊 听听颈部的血管 有没有杂音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室外啊 经常用室外室内 经常用的啊 颈强植 还有布鲜 是不是阴性啊 这是我们简单说一下啊 那么一会呢 我们有专门的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操作的 头颈部检查 头颅检查时 应注意头颅大小 外形 无畸形与异常运动 头颅大小 以头尾表示 测量时 以软齿 自眉间绕到颅后 通过枕骨粗笼 检查眼球六项运动时 检查者伸出 右手十中两指 在被检者 左眼球前外侧方 三十到四十厘米处 让被检者固定头位 注视检查者手指 然后 依次将手指移向左侧 左上和左下方 以及右侧 右上和右下方 做震颤检查时 让被检者头部固定不动 眼球随检查者手指 锁势方向 进行垂直和水平方向运动数次 观察眼球是否出现一系列 有规律的快速往返运动 检查结膜时 注意有无冲血 苍白 出血点和杀眼 检查下检查 检查者用拇指按压被检者的下检 主被检者向上注视 即可暴露下检结膜 检查上检结膜时 检查者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被检者的上检皮肤 主席向下注视 然后迅速地轻勉上检皮肤 使上检翻转 即可暴露上检结膜 检查拱膜时 注意观察拱膜有无恍然 检查者用拇指轻轻向上压住上检 主被检者向下看 观察上方的拱膜 再以拇指按压下检 主被检者向上看 即可观察下方的拱膜 检查脚膜时 注意脚膜的透明度 有无溃疡 斑痕 老年环 和凯肺式环 瞳孔的检查 要注意瞳孔的大小 形状 两侧是否对称 正常情况下 两侧瞳孔等大整人 然后检查 瞳孔的对光反射 调节反射和浮凑反射 检查对光反射时 让被检者向前看 检查者将手电筒的光线 自侧方 迅速照射被检者的眼睛 可以见到瞳孔收缩 这是瞳孔直接对光反射 让被检者用手放在鼻梁上挡住光线 用手电筒重复照射眼睛 观察对色瞳孔有无收缩 为瞳孔间接对光反射 然后进行对色瞳孔的检查 做调节反射时 让被检者注视远方数秒 然后立即让他注视 至于眼前数厘米的检查者的手指 出现两侧瞳孔的缩小 做浮凑反射时 让被检者注视检查者一米外的手指 然后将手指逐渐移动到被检者的眼前 观察两眼球的内聚情况 检查烟部和扁桃体时 让被检者发出啊的声音 并用压舌板按压舌前三分之二 以充分暴露 注意扁桃体的大小 有无冲血和浓性渗出物 观察烟部有无冲血 肿胀和淋巴滤泡 颈部的检查 主要包括甲状腺和气管的检查 甲状腺检查 检查者站在被检者前面时 检查者用拇指和其他四指 分别按住甲状腺的左右两页 让被检者做吞咽动作 从后方触诊甲状腺时 检查者站在被检者的后面 双手拇指置于被检者颈后部 其余四指绕至颈部前下方 食指和中指间于环状软骨下方 触诊甲状腺侠部 检查左页时 请被检者投微侧向左方 检查者以右手指将甲状腺轻推向左侧 以左手触摸甲状腺左页的大小 形状 质地 由斜节压痛及震探 用同样方法检查右页甲状腺 甲状腺可以随吞咽上下移动 检查震探时 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擀出 检查血管杂音时 用听诊器听取 气管检查时 将右手食指和环指 分别放置在两侧的胸锁关节上 用中指置于气管正中并向下移动 观察浅是否集中 也可以用食指和中指 分别触压气管与两侧胸锁乳突肌之间的间隙 观察气管的位置是否有偏移